父母的慈爱 尤其是父母的教诲 所谓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意 所以我们父母的慈爱就表现在 真正能念念给孩子做好榜样 成就孩子健康的人格 好 那在教育孩子 慈爱孩子当中 第一个 首先 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对孩子有信心 不管孩子现在的情况如何 我们还是坚信他 信本善 还是坚信他以后会有出息 你不相信自己的孩子 都是带着有色的眼光看自己的孩子 那孩子的信心可能都会被我们的态度给摧毁掉 所以有一则故事 叫做 妈妈 只有你会欣赏我 大家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这也是 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孩子 去上幼儿园 结果上了幼儿园 去参加家长会 这个老师就跟他妈妈讲 说你的孩子连三分钟都坐不稳 可能有多动症 你还是赶紧带他去看医生吧 结果这个妈妈 下了 这个 家长会开玩了 带着孩子走 孩子知道呢 妈妈去见老师了 就很关心地问妈妈 妈妈今天老师说什么 刚听完老师说 你赶紧带孩子去看医生吧 心里其实蛮难受的 但这个妈妈忍住内心的伤心 对孩子讲 孩子啊 你们老师说 你进步很多 本来一分钟都坐不下 现在可以坐到三分钟了 结果这个小孩 那一天回家 本来吃饭都要人家吹的 那天都不用 还自己吃两碗 后来去念小学 又开家长会了 结果 刚好也是发成绩啊 五十个孩子呢 他的孩子考四十几年 所以老师呢 又找他妈妈谈话 说你的孩子啊 可能智商有问题 你这个要好好注意他 结果 这个妈妈回到家里啊 他的孩子等着他妈 因为他自己考不好 自己也很难过嘛 脸上也比较沮丧 等妈妈回来就问 妈 我们老师怎么讲 他妈妈又忍住那个难过 对他讲 说你们老师啊 觉得呢 对你很有信心 你假如在用功 一定可以赶过你旁边的同学 这个孩子本来已经很沮丧了 妈妈这么一讲 马上眼光啊 眼睛就发亮了 然后他妈妈说啊 那一天他觉得他 儿子特别懂事 儿子特别温柔 被他妈妈一鼓励了 做什么事都很主动 结果后来啊 孩子上初中了 妈妈又去参加家长会 结果坐在那里啊 因为他妈妈已经习惯了 每一次都要被老师叫去谈话 结果念初中呢 所有这些比较差的孩子 都没点到他儿子 结果家长会就结了 他还有点不习惯 今天怎么没有我啊 自己心里没底啊 还跑去问老师 我儿子情况怎么样 他老师说 你儿子的情况 要考上重点中学 太困难 太危险 他就回去了 回去儿子又在家里等他 妈我们老师怎么讲 他妈又说了 他妈又说了 你们老师说啊 只要你肯努力啊 必定可以考上重点中学 那孩子也很欣慰啊 后来高中毕业了 考大学 考了大学以后啊 等着拿通知啊 结果他儿子啊 就自己到学校去拿通知了 结果拿回来啊 是清华大学的通知书 结果呢 他这个儿子啊 就把这个交给他妈 然后自己啊 就跑进房间去了 然后那个当下呢 他儿子就放声大哭了 他说妈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可是只有你会欣赏我 当下他妈妈也忍不住泪水 也在那里流眼泪 所以真的一个父母啊 全心全意 信任他的孩子 这个时候啊 能把孩子的潜力 不断地开发出来 我们回想啊 父母在孩子学走路的时候 那个孩子 第一步能跨得稳啊 前面不知道 跌了多少次了 可是父母啊 绝不会因为孩子跌倒 而不信任他 那个在孩子前面 引导孩子 跨出稳健的第一步 那个眼神是全然的信任 你看当第一步走稳了 那个父母好像 中了什么大奖一样的高兴 大家回想起来那一幕没有 你们怎么 有孩子的都忘了是吧 我们现在对孩子的爱 有没有像那个时候那么纯 甚至于更纯 更爱 那就不简单 所以往往啊 所以往往啊 不是世界变了 不是孩子变了 很可能是我们这一颗心呢 变了 所以有一句 教诲啊 叫医报 随着正报 这个医报呢 是我们所遇到的一切 人事物 正报 就是我们这一颗心 我们那颗信任 完全没有变啊 孩子内心里感受到 那种完全的付出跟信任 孩子会觉得啊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所以我的成绩 从小学啊 都不是很理想 可是我父亲啊 每一次我自己很内疚啊 考得不好 一听到爸爸的摩托车声啊 我就负金请罪 等在那 等我爸爸进来了 然后低着头 爸我考得不好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爸那时候笑得很 很开心 哎呀加油加油 当然除了这种鼓励以外呢 那父亲他 也都是把好学啊 表演给我们看的 他每天吃完饭休息一下 就去读书了 所以我们自自然然 就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好 所以心变了呢 慢慢的我们一切 家庭状况啊 工作状况也会不断的好转 而这个信心当中啊 我们除了信任孩子 信任他人 还要有耐心的去陪伴他 去利益他 去教导他 这个都要用耐心 所以我们 谈到的这个交织啊 就是以身作者的身教 两个差 第一个是父母 长辈老实话的 第二个是孩子 效法 模仿的 右边呢 手拿着一只树枝啊 耳提面命 不厌其反 而且这个耐性呢 还包含 不能急躁 不能发脾气 才耐得住性质啊 好 那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谈到这里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有一位我们单位的年轻义工跟我谈到 因为他现在还在读大学 那他到中心来做义工 他的同学就说了 说你到这里来做义工不如出去外面赚钱 做个一两个月 说不定就有一些收入了 那再来他们又说到 你现在在文化中心里做义工 不使人间烟火 不会上厕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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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